大家早安 接下来就谈谈一部分 就是美国精神 美国宪法和这一方面的 所以 这个在目前 我们推广的论述有一点是 这个我们不争的事实 就说 这个 台湾还是应该属于美国的占领地 那这个为什么属于美国的占领地 或许他们有讲那个出来 但是 简单的来分析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回到这个 传逆义务问题 对不对 就想说 你如果生一个孩子 你对这个孩子 其实你还有义务 对不对 那就算你孩子拿到别的地方去 去抛弃 只要查得到是 是你的对不对 那人家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说你有这个义务嘛 因为你 既然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那 这个爸爸也是一样 对不对 呃 人家 如果教那个王建民说 哦 这个是你的孩子 那他第一 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否认 但是如果经过 GNA验证 是他的 那讲什么 都没有用 他还是要付那个法律上的义务 所以 以往 我记得早期 我看很多很多人 他编有关台湾地位的那个书 他收集到很多人做的资料 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里面 哦 这个都罗门说什么 爱神号说什么 哦 蒋介石说什么 呃 宋美林说什么 哦 怎么样 把所有这个编出来 但是他这个书 他里面 他没有结构 大家说什么 但是问题是 说到关键的时候 如果是牵涉到我的义务 我当然要把它说得很淡 或是甚至于我撇开说 那跟我无关 那说到我的权利 可能某些原因我不想主张我的权利 对不对 这个都有办法 所以这些书他都没有提到这个 所以我以前看过很厚的书什么时报出版社都在谈台湾问题 他都忘记提这个关键 关键是美国把日本打下来 美国把日俗台湾打下来 接下来这个义务是在美国手上 他们完全跳过这一部分 就直接谈 哦 蒋介石来了 像我跟我太太去成品书店 他有一大部分有台湾历史 我喜欢翻那个书 没有一本书讲的对 他们就讲什么台湾光复节 台湾光复节 为什么有台湾光复节 而法理依据在哪里 而他们都不谈 所以就是说 他们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认为说 蒋介石自己可以指定说 10月25号日本人投降 我可以指定 这一天的意义是什么 那现在我们有个团体要去琉球 那我们可不可以指定 我们到琉球以后 我们这些团员 我们就直接指定 我们降落在琉球 然后走出去 琉球就属于我们的 可以这样讲吗 法理依据在哪里 没有啊 国际上 敌军投降 这个领土马上过户给我们 国际上有这样的依据吗 国际上有这样的潜力吗 有吗 没有 所有法律系的学生在台湾大学上课 东吴大学上课 什么地方上课 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说 老师这个潜力 这个依据在哪里 蒋介石有能力 你指定这一天法律上的意义 那这个潜力在哪里 这个问题要问 对不对 实际上如果那个时候说是台湾已经过户给中国 那今天伊拉克是美国第51周啊 因为你刚刚讲的嘛 你说你说投降那就变成领土过户 你去看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谈的是人民 他不谈的是土地 他是规范人民不是规范土地 所以你这个超越这样一个做法 这个都不对 这个都不对 但是很多人他忘记这个结构 你如果去看结构 投降 然后占领 这个都是都一样 你回到加利福尼亚 被美国 墨西哥被美国打败加利福尼亚 这同一个模式 西班牙跟美国打仗 后来有葡萄牙 有关岛 有菲律宾 有北美利亚 全岛 什么这些地方 他都是经过一个占领 经过一个条约 什么后来继续占领 这个模式都一样 我们讲的是这个部分 潜力 惯力 这个例子都在那里 所以这个就是惯力 我们是这样做 所以 在网路上很多人讲这个 他就说 我看到他们就说 实际上是 谁在这里先 成立军事政府 那就属于谁的 这个就很荒谬 这个潜力在哪里呢 那 我看圆圆的那边有一棵苹果树 那个苹果掉下来 我就跑过去说那是我的 可以吗 为什么那是你的理由是什么 别人的土地 别人种的苹果树 怎么会变成你的呢 这个 我们要做事 我们要用 我们要做比较 比较我们要收集一些知识 而不是光 一条一条随便我们要认定什么样 所以我就说我们图事馆 我们看很多很多的书 他们都写错了 书店也都 他们没有那个结构 他们没有那个结构 投降的意义是什么 对不对 这么会变成这个 因为罗开罗的宣言嘛 那开罗宣言是一个新闻公报 那同样的潜力在哪里 发布新闻公报 变成投降典礼时候 领土过户 潜力在哪里 没有这个潜力 那胡扯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 所以我也总感觉说 这些人 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没有去看 美国的那个司法判决 美国大法官司法 有关战争法的判决 那个是我们很容易拿到 但是这些人不去研究 可能他英文不够好 那英文不够好 那他就不要谈这块 对不对 他就应该乖乖地在听别人分析 而自己不要有意见 因为他们没有看那个原文的那个资料嘛 那为什么要说美国司法判决 就是他也引述很多很多的国际法嘛 因为他引述一百年前的判决 一百五十年的判决 都引述那个国际法的相关的那个书籍 这个就是几百年人家所累积的那种知识 所以他们在 在美国他做很多那个判决 他就本身是在考虑到国际法是什么规定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领土编辑或是什么那些东西 好像台湾中华民国曾经有判决 有个司法判决说什么 人家要问说国家的领土规范在哪里 他就说这是政治问题 怎么会国家的领土范围怎么会是政治问题 那应该是国际法很清楚的问题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内领土在哪里 那怎么做事 对不对 美国每一块领土都有条约 都有什么指定 借着我的领土不是别人领土 每一块都有依据啊 所以我总觉得台湾的那个那个判决是蛮退卸真的 应该是很清楚的 什么时候就像台湾什么时候 他们每一次都是说 中国美国签法有征修条纹 不过我每一次举手都说 那第四条原来第四条 你要把这个领土印入 那你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啊 有的人比较聪明 他就说 这个中和民国宪法实施的时候 台湾已经属于中和民国管辖 我不能这样讲 管辖归管辖那不是主权领土耶 美国做什么做什么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 那个时候伊拉克是我的管辖 变成这个法案自动实施伊拉克吗 这很荒谬嘛 伊拉克是占领地 不是国内领土耶 这不一样耶 所以我每一次都问他 我太太不喜欢跟我去去 我碰到什么法律水净 实现法水净 我就问他这些问题 他们都不会回答 我说你不会回答 你教什么书耶 他们都不会回答 他说就那个时候就是 已经指 我说no no no 美国打下来 台湾 台湾是书里写的 是美国来指定 不是讲JES来决定 我说这个不对啊 是美国来指定 你生下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你要不要过户给别人领养 你要不要抛弃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 这是你爸爸妈妈来决定 不是别人来决定 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头脑都坏掉耶 阿民藏府就是希望可以 使这个头脑比较清楚一点 那 不过这条路 好像要把真理讲出来 好像是很坎坷的一条路耶 对不对 要把事实讲出来 是很多人在批评 很多人在骂 对不对 尤其 他们认为他们有利益在别的地方 就像这个台独团体 我们很大的利益 我们一年三季都有很大的宴会 募款餐会 如果把我们的论述给 就改变为零和台湾论述 那我们的餐会在哪里 我们每一年我们印什么东西 我们做什么活动 我们跟什么多人合作 都有固定的回扣 那我们那个回扣在哪里 我的天啊 怎么可以支持这样 美国的一个论述 这个什么战争法 这样不对啊 这样不对 因为 这样的话我们没细唱耶 所以 独派他就很不喜欢我们耶 那更何况同一派 台湾已经输于中国 中国你的头 对不对 我觉得 我觉得你要谈法理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争取我们的地位 对不对 你要争取啊 如果你有把握 你是那个 故政府的儿子 你当然你要争取 不能让你的自己全力睡觉 但是你同样也不要冒名耶 对不对 你不要冒名 但是你要很有把握 对不对 不是 我看那个小说有 有一个女孩子 她就 她就觉得说 她 她前一段时间很喜欢喝酒 很喜欢喝酒 早上醒来的时候 在学家在学家 搞不清楚耶 后来她怀孕了 她在想 可能是AB 或是可能是C 对 但是她比较觉得说 可能 其实C是那个君子 她应该不会这样 所以大概是A或是B 那问题是 那个 那个健康中心说 那你就拿她的协议来 那我 你这边我抽一点协议呢 那边 你爸爸那个 他说我怎么去拿她的协议 对不对 这个就很多 所以她每天在想 每天在想 这个男孩子 所以到他们那个镇上 都有那个砖血车 对不对 砖血车 她就跟他们讲说 嘿 砖血是好事 做好过敏 我们去砖血 然后去砖血以后 她就想办法动一点手脚 透一些血 然后拿去检验 所以 总是有方法 总是有方法去做到 你该检验的一些部分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 但是 就是都回到一些 结构的问题 我想觉得我们研究 这个台湾地位 我们就是回到很多 结构的问题 所以 我们有那个占领地 不是 蒋介石来这里 他开始运作就是他的 这个 这个观念 所以为什么台 台湾今天碰到这么多问题 在 在那个联合国 要登记就不行 对不对 他们也搞不清楚 那国家也搞不清楚 一般国家他就觉得说 喔台湾大概属于中国 他 他就搞不清楚 因为他认为说 以前好像ROC是有这里的 他不去 严格去研究 其实ROC是在这里 但是他没有 没有身份 他们不去研究这个 所以这个会造成 到了最后 台湾人的船里 全部 上市掉了 所以 你必须出来 然后像我们这样 我们组织传体 我们走走走 我们就是要 告诉大家 我们正确的依据在哪里 现在他 不认识 但是将来会 将来会 将来如果到联合国 如果要 吵架和什么 那我们就把法理拿出来 不管别国喜不喜欢 法理就是法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我们就是要用法理做一个客观的依据 如果不这样做 那 你另外 你有你自己的一个主张 就像民进党说 我应该可以独立 那应该可以独立 那40年 结果如何 啊 我 你去看那个医院 你去看那个精神病 医师 你问他说 什么叫精神病 他说很简单 精神病就是 同一件事 我继续做 然后 我就认为会有不同的结果 OK 所以我头 我就一直撬这个 那很痛 但是我每天撬 我想有一天就不痛 这个有精神病 那 台独啊 哦 我游行 我抗议 我 前情 我做这些东西 我不断的就是反复这些东西 有一天 世界我说 哦 台湾独立好 我同意 不可能 他已经拒绝40年 所以这个是精神病 不是别的 这是彻彻底底的精神病 不可能有这个结果 对不对 尤其 在你连说 台湾关系法成立的时候 1979年 要动作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很好动作 中国那个时候 也不是说很强啊 1980年代 1990年代 现在中国协助说 比较强啊 贸易啊 外汇存力 所有这些东西 你现在给人的抵抗 你要用情绪啊 不通耶 这个不通耶 所以 如果你碰到他们 你可以跟他们提一提 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 我们就回到我们 我们真理的方向 然后走坎坷的一条路 就继续抓着这个往前走 就像现在好像 美国已经给我们的 什么新的旅行证件一个样本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那这个是一步嘛 这个是一步 我们一直在争取 我们要有一个旅行证件 我们不要用 那个ROC的那个旅行证件 因为他 发那个国提 给台湾人 什么机体规划 这个也是要 没有发了一句啊 所以我们不要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 一条一条翻出来 那 讲很多年 美国才开始听得进去 后面还 后面有路 要走 当然 给你那个旅行证件以后 很好 我们到去旅行 然后哪一天 等到我们好几百万人都拿到 我们哪一天就翻过来说 哦 对不起 请问我们的国籍是什么 他就会说 那 你没有国籍 你只是 旅行证件 我给你方便旅行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就打开 联合国人权宣言说 等一等 wait 第四五条 每一个人有国籍的权利 以 我的国籍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门是关的 完全关的 我 我 里面有很多我要的东西 我都进不去 那我就继续 想办法塞什么进去 把门开开开 我要给他开 我要给他开 那 我 我只要一个西凤 对不对 我只要一个西凤 那 我就开始主张我的权利 所以先一点点 一点点 慢慢 越来越多 就变成台湾 地位比较头痛 就这样 一个小凤 一个小凤 既然第一次我们不能化业这么多 那有一天 我们就 就会继续主张 对不对 那然后到时候我们就说 诶 那那个 蒋介石这样 胡作非为 那个228 那这个赔偿要怎么办 对不对 诶 如果是日俗的话 那日本是不是有份 嗯 我想这个时候 日本就要 把这个 全部推掉 日本的问题很严重 日本的国内问题很严重 他像一次那个海啸啊 我太太跟我讲 他看那个 经济杂志 日本什么去年 他有两个 很大的浩劫 海啸是第一个 他还有第二个 一半人都忘了 是什么 是经济损失非常的庞大 六十年来 没有潜力 的经济损失 一半人都 有吗 海啸不是日本最大的一个去年的新闻吗 不是 他还有另外一个 日本人都投 那个厂商都投资泰国 泰国全部延掉了 全部赔光了 那个对日本的企业是很大的一个浩劫 所以他说现在纷纷很多日本人都跑到台湾 来成立公司投资开始 他说这个泰国不可靠啊 我应该来台湾来 就这样 所以日本的经济问题是很严重 不是你所想象的严重 要加好几倍 所以 日本人 日本人 当然日本人是 因为我们 就常去日本人 日本人很客气 所以 总觉得说就是 反正他忙着那个鞠躬啊什么那些 什么时候谈到话题 都是 列入参考 他什么都列入参考 列入参考以后 有没有答复 可能没有 永远在参考 这很多日本的单位就是 永远在参考 谢谢你的提议 所以这个对我们民政府推广 我们日本论述 有没有帮助 我也不知道 分成现在 我们有这个 美国的占领部分 这个比较说得清楚 OK 所有那个条约 这个 中国民国就 比较没有分 他有分在那个 台北条约嘛 他跟日本签署那个条约 那 中央研究院的那个 院长就说 台北条约 所以台湾属于中国 这个不对啊 怎么可能你前四个月 你已经把它 已经把它抛弃掉了 那现在后四个月 你说你还有处分权 那不可能 对不对 等于说我的房子 我已经卖给家嘛 那四个月后我又说 哦 那姨姨有权利去买 或者什么 这不同 但是可见 这个宣权工具 都是国民党在控制的 所以你想抵挡那个 也很困难 他所有的报纸 林院长发布台北条约 ROC在台湾有主权 那你自己投什么稿 到自由时报 协议你啊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很大的困扰 对不对 你很难去推动那个正确的 那个论述 所以就变成在 你朋友之间什么那些 你看看 你讲给 讲给他们听 看他们能不能听进去 然后 我们的论述也有一些抽象 对不对 因为有的东西你 你不是马上看得到 有的东西不是马上看得到 所以这个有好几层困难 我们就能一步一步 我想到时候如果可以发行护照 比较正 就是旅行政策 比较证明说 我们是比较走对的路 所以你要早一点申请那个 台湾民政府的那个身份证 因为到时候 要去美国很多旅行团啊 如果他看可以拿那个 旅行政策免签啊 那免签就可以省很多钱了 那有的人要去好几次 有一些人是他去在台协会 他那种类的人 人有分很多类 尤其在谈移民事务 人分很多类 那有的人是不用谈三句 就给你拒绝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像说 你到美国机场 你穿着白色的那个长袍 然后这里有胡椒 这里有胡椒 那你这种人 他就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嘛 他不喜欢这个样子 啊 明明哪一天美国那个移民官 明明他今天喝了咖啡 他觉得不舒服啊 干脆玩一玩好了 哦好你来面谈的时候 那请问 如果 你在美国 然后 你在观光的时候 结果你妈妈也飞过去 然后你妈妈 又生病 住在医院 你会不会有期停留在 照顾你妈妈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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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啊 啊你看 有有期停留的意图啊 拜拜 no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现在请问你几岁 哦 女性21岁 那你美国 你有没有曾经做梦 在美国会碰到你的白马王子 有啊 哦 那你碰到他 你会不会靠结婚 然后留在那里 那当然会啊 哦你看 你不想回来 你这里说你要回来 你那边你就 刚刚说你要留下来 所以那不行啊 一个一个把它提掉嘛 对不对 这个有 有的人就是被提掉嘛 所以 你现在 有的很头痛 啊你不知道你讲什么 他就不喜欢 他就不给你过嘛 啊有的人要去美国 要去什么开什么医学会 啊他就不喜欢 他就不给你过 因为他有单独的判断 他不是一定 受 受那个 限制于哪里 他受的限制 只不过是上面会说 OK 最近提掉太多了 那你松一点 他 最多收件的只会稍微松一点 但是 这个不是很具体 OK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证件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 我拿着这个 旅行证件 我直接到机场 我直接过去了 直接入境 这样 哎呀 那是台湾的那个身份证 他是TW TW TW 台湾的这个类别 就是那些东西 你是台湾公民 台湾公民就是 简单的说就是 比较在 台湾 可以做公民的权利 对不对 但是你 你在美国还是不能 投票做 做做 那个给别人选总统还是什么 那你不是美国公民 你又是台湾公民 所以 这些事情 我们是一步一步 推动来做 那 当然 其他的那个海外团体 我们继续跟他们联络 洛杉矶有一个什么 福尔摩斯基金会 嗯 我们的副主席 Niko 蔡明法 不是在洛杉矶吗 我每次碰到他 我就说 那福尔摩斯基金会 他们很讨厌我们 对不对 因为他们包着中华民国的大腿 就每天包着紧紧的 那还有FAPA FAPA 公共食物嘛 他们在Washington DC 他也是包着中华民国不放 所以这些团体 他不喜欢我们 对不对 他们又认为 他也碰着这碗粥 在手上 三四十年 哇 万一被我们捧走了 那他们怎么办 嗯 就没有饭可以吃啊 没有会可以开啊 很多人马上就没有工作 对啊 很多人马上没有工作 那些执行人员马上没有工作 所以 当然他们 对我们是 随时在批评和挑剔 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国 你就叫他们 应该跟他们联络去 跟他们辩论 或者说 可能 可能有用 可能有用 OK 所以 这个 美国这一部分 我们 我们推动这个论述 我们也是觉得说 有 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 就是对 社会上 也可以有个比较改善 改善的力量出来 所以 同时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接种 很多美国好的制度 然后改善 然后改善 台湾的社会 当然 我们要很小心 很小心 你很容易就说 美国 认为 收入金是安全的 所以 我们就要 就要 不 巧 这个 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概括式的 一个说法 是很危险的 你一定要引述 多一些 随速论文和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 这样 那我们先 什么段 一段时间 我们先这个 然后多国家 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比较有 国际观 不能光说 美国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因为 你想到 美国有那个食品 什么 药物局 它 它有的药 它就 就 允许 在美国卖 但是 有的药 它不允许 在美国卖 那譬如说 你去欧洲 你可以买得到 那个药 你杂志上 看到什么 新奇的药 譬如说 人家有 有什么 心脏病 有 血管阻塞 哦 现在有个 新的药出来 然后欧洲 那边在卖 那你欧洲 买得到 但是美国还没有批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们 台湾要能够 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对不对 我们要不要 我们请建立 台湾的专家学者 我们自己判断 我们不一定是 美国说 yes 我们就yes 美国说no 我们就no 这个我们不要 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对不对 因为你台湾还有什么 传统的这个中药 和传统的这种医疗的方式 那你可以想大部分那些在美国是没有 没有科学依据啊 没有法理依据 所以他就会说 oh 这个不要 but 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做法 就很危险 因为你有一些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就给它砍掉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 我们发展我们自己的程序 台湾可以作为一种医疗道 请他们来 他们自费啊 oh 我们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全世界来这里 做医疗的 如果中国高官来 那我们就 查清楚对台湾不友善 那就 医疗疏失就 拜拜了 oh I'm sorry 中国的医疗很糟糕 你知道吗 他们 不要开玩笑 他们有的会喜欢来台湾 中国的医疗很糟糕啊 上一次 那台湾有那个歌星三个女孩子 什么SAG啊 其中 那个任小姐在中国烫伤啊 火烫伤啊 你知道她现场到医院 你知道多少时间才送到急诊室吗 你知道多少时间吗 她们好像在录什么电视节目 在一个都市里面 你知道多少时间 你猜 五个小时 她从现场开到医院 五个小时 她爸爸跟我说的 她是最了解 我跟她谈一个校舞 她女儿的那个情形 和 和她从小怎么培养一个明星 作为参考 所以你看中国那个医疗很糟糕 呃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一个朋友 我太太很好的一个朋友 她的儿子 去中国然后拍什么片 后来得了什么怪病 而在医院后来昏迷 后来就过世了 年轻才三十几岁 就是染上什么奇奇怪怪的病 那你可以看网路 他们那里的卫生水准 有没有 看很多那个镜头 你都不敢看 他用那个 因为在那个工厂区啊 在那个工厂区的人家 很多那个鸡跑过来跑过去 吃到一些工厂出来的那个废水就死掉了 就有人收集 然后就把它把它煮一煮 然后看 你觉得什么颜色比较好看 你要白的吗 你要白煮的吗 你要铜色 你要什么辐色 钱选我都可以弄啊 他都弄完了卖到餐厅了 吃那个会不会有问题 我的天啊 那很糟糕耶 所以她那边 每次我太太说 我这一辈子要去私路 我就说你又被他们洗脑耶 为什么要去那边吃那些脏的东西啊 最好不要去 我每一次 每一次就给她洗脑回来啊 嘿 所以不要啊 就不要 别的国家有很多地方好去啊 要不然就跑台湾中南部嘛 就碰到一些朋友 推广民政府的那个理念就好啊 何必出国这段时间比较敏感啊 对不对 所以我我们是作件的 我们是作件的事情 所以那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用这个理念 我们要推广 就很奇怪你看 像台湾不是有什么司法改革基金会 你看我们跟他们联络说 哦我们在推广台湾的社会改造 你想他们会回答吗 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其实有的这些团体 你以为她是一个改革团体 其实她就是 她是保住现有制度啊 她没有真正的意思要改革 她没有意思要改革 这个我不知道 台湾人好像不了解 但是她就做一个假象嘛 她做一个假象 就像今天搞了那么多年 到今天为止 林博士林智商也认为 其实民进党也是一个假象 假改革嘛 因为到今天为止 有改什么革吗 对不对 如果两千年 阿扁要上台 那个时候对民进党 将来执政的期待 跟今天来比起来 我想 那个时候如果 你今天的时机 可以拿回去 给很多人 当时看 台湾到处都有人 集体自杀了 真的 一定会 我记得阿扁在下台的时候 2008 因为我太太的家人 都是本土台湾人 所以他们就非常支持 那个阿扁 连她爸爸都卖掉一些房产 来捐款 在台中 在东部啊 后来阿扁 这个任期 到了下台的时候 我太太就讲一句话 还好我爸爸早就死掉了 因为看到阿扁这个成绩 她大概不跳楼 大概就服毒啊 这就是完全 完全不能原谅 不能 这么大的一个期待 对不对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很多年前 在两千年的时候 我太太作为本土 她是非常热衷阿扁 阿扁我是自己本身觉得 土包子没有国际观 我是觉得她没有什么国际观 我觉得她太太也没什么国际观 我的观察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没什么国际观 不好啦 但是早年 因为我接触到很多媒体阿 我那个时候 新闻局局长姓宋 他常常请我去金钟奖 在后面 跟那些明星聊天 有时候做英文的主持 什么什么 这很好玩耶 所以 当然我是 那个时候 我是在 宋的阵营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 我回家的时候 我太太整天在为阿扁跑 我整天在忙 那个宋局的英文 资料和网站 我们家里吃完饭的话题 不是很热练耶 不是有很多事情可以谈耶 都完全 完全没有话题耶 我今天是不要讲 对不对 对不对 都不要问也不要提 我们不想听耶 所以 到了后来 到今天反过来 我太太就很不喜欢阿扁 然后 老宋当然 她已经 已经过世 所以没办法 所以我们又改变了 又完全不改变 所以 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台湾这个社会 这种变来变去 应该是有点畸形 我太太 我太太去美国几次 她说 好像在这里 没有那个 大风大浪 好像每天 生活就是这样做 我说 对呀就是这样 每天过 没有什么大风大浪 我们住在 以前住在那个 Tennessee 在台湾 随便一个新闻 全国桥的 不得安宁 明天会不会怎么样 昨天查出来 中共又射了300克飞弹 明天是不是没命啊 每天好紧张耶 对不对 美国没有这样 美国本土没有这样子 当然 你看到报纸 写在 写在哪里 美国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对呀 但是 我们没有住在那个区 我爸爸妈妈选着很 很认真 她要住在一个安全的区 安全的区也包括天气 我跟你讲 我们 我们离那个 一条很大的湖 在Tennessee很大的湖 我们离那里 三两三公里 我们在山上 如果那个湖有淹水 我告诉你 美国一半都不见了 所以我们不怕 那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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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们离那里 搞得太多了 然后我们那一带 没有龙卷风 没有什么 就是冬天 蛮冷的夏天很热 就这样 但是天气还算 除了这个以外 还很稳定 我们住在乡下 也没有什么犯罪 没有 土石流 我们那边没有 有的地方可能有 但是我们 我们那一带没有 我 我从小 我们在那里 有时候去看我 祖父祖母 我不记得 什么时候绕路 为了 就是 最可怕的就是 南部人的那个食物啊 跟我们北方人不一样 他用的那个食物 油的 非常的油 他用的油 是那个猪油 北方人不用 那个比较猪一点 南方人用很多猪油 你去哪里 你来吃 你来吃 那个对身体好像很不好 我们 从小爸爸妈妈说 你要客气 你就说 那我 我比较不好 我带走好不好 你带一个小盒子 或是一个 一个纸袋 然后你再坐卡车 我们都乡下开卡车 你再坐回去的时候 什么时候 有很多弯 转个弯转弯 祖父你看 一头鹿 然后你就 就这样 祖父就说 你那个吃完的菜来 我这里还有啊 南方人就是 最怕是那个食物 但其他都ok了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我们奇怪的现象 ok 所以我们希望推广这个 希望将来就是 譬如说有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还是美国那个制度比较好 像我太太跟她妹妹 买个房子 然后到时候漏水 然后她拍很多照片 还请那个 什么建筑师什么 来收集资料 这个房子结构有问题 种种 拿给 拿到法院 因为告那个仲介嘛 啊 啊法院啊法官 那个证据都不看 你知道 台湾他证据都不看 那证据不看 其实也可以 but你要 美国是一个证据 一个证据你要裁定啊 看不看 不看理由是什么 你看台湾 台湾什么是自由行政 这个叫法律啊 这个不好 他的司法制度也不好啊 司法制度非常不好 还有 其实 在美国 你的同学 你的老师 什么所有的这些人 你不能就是 这样子你开庭 远告被告 还有那个法官 在台湾常常是 他们都是同学耶 他们都讲好了 今天五个案子 一三五我赢 二四你赢 他们都讲好了 没有在省什么 没有在省什么 晚上还捧面一起吃饭呢 这样不可以 美国不可以 你必须回避 你跟你那个 你必须回避 这个都是一个基本的知识耶 这就没有啊 所以台湾那个 那个司法问题很多很多 你就是司法改革基金会 要做的所有那个 你做好了 你还是比西方国家落后一百年 一百年以上 所以 那你要有教育改革 对不对 那你看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哪里有好的教育方式 我们都 都把它参考嘛 而不是就 马英九就 打开一些古术 就应该多 增加一些古文 可以把小孩子的问题解决 这个怎么有可能 几千年前的社会制度 怎么可以面对 现在的社会需求 这个整个想法 你看他这些人 都被以前他所学的 全部绑住耶 没有一点心盈 性创力的思考 所以我们推广这个 我们当然希望 大家看清楚 中国美国是什么 流亡政府 那去年 不是6月29号什么 他欠那个ACFA 所以表示 他们两个之间 已经没有敌意 那在林博士的解释 就说没有敌意 那就可以回去了 那你可以回去了 因为你喜欢谈两岸 怎么样那你就 金马是这边嘛 中国是那边两岸 那你要谈 你可以每天谈 谈很快乐嘛 但是台湾跟你无关嘛 对不对 所以 你谈的所有的那个东西 而且 其实很有面子 金马国 将来称金马国 金马国世界上 最小的面积 最完整的法律体系 六法全数这么厚耶 这个可能是世界 金氏记录耶 不得了耶 所以我们 可以的话 那我们把所有的那个 凡是在 中和民国登记的船只就 就 强迫 他必须那个六法全数 全部运过去嘛 运到金马国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里要重运嘛 我们这里不需要耶 这里没有需要这个东西 还有大法官也可以搬家过去嘛 对不对 你给你一个书桌 你在沙滩上可以办公嘛 对不对 你高兴嘛 你喜欢那个中和民国 你可以继续办公 所以 就说很多制度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 来推动那个改革 我记得民进党他讲了说 苏建昌以前说 他要改为西元的 他要改为西元的 现在是2012 后来 没有做啊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做 他这个 中华邮政有改为 台湾邮政 但是 他没有改到 永远不能改回来 所以马英九一向台就改回去了 这有什么用啊 那你看 我太太 她 我太太也是留日 她去日本那些 那日本人她就知道 她的日本制度 西元 她知道这两个嘛 所以我太太什么给她 以前有人有那个礼物嘛 比如说台湾什么 什么水果什么礼品或什么 她们买回去 然后那边就写 就写什么 以前 好多年前 那些就是 99年 99年 99年就变成 啊 2010 类似这样有没有 那那个日本人拿到了 他看到 99 对不对 2010 哇 哇 台湾人送我这个过去十年耶 哇 这个台湾人真是烂东西啊 马上丢到垃圾桶 所以 所以 你那个 民国几年 几年 那个不要用耶 它做成很大的误会耶 很多很多的那个误会 你就天天 得罪人家这样 那你还要打开什么国民外交啊 我太太说啊 国际制度啊 他那天在跟我讲 我们有时候去 教友 或什么 他跟我讲 他开始讲 我讲了一大堆 他那天说啊 台湾的观光 因为没有走国际制度 一年 每一年赔掉 几千万 几千万美金 每一年赔掉几千万美金 是每一年在赔 我说我听不懂 你在讲什么 在讲什么 他说 很简单嘛 因为国际上 推动的是五星 星星制度嘛 五星是最高的 一般 通常最高的是五星嘛 这个旅馆嘛 台湾不用那个 对不对 因为那个中华美国 跑到这里来以后啊 中共成立一下五星旗啊 所以这里就是旅馆要 要五星的不要 那不不不 不要 梅花嘛 梅花 那他说 我从来没有一篇文章 或是一个客观的时候 一个梅花等于多少 星星 他说没有这个环算 没有 所以他说 有的时候你走到一个地方 它三个梅花 你走到别的旅馆 它五个梅花 我台湾说 奇怪 我觉得差不多耶 为什么它三个梅花 为什么这个旅馆五个梅花 到底一去在哪里 怎么会它这样这样 那个叶子就跟他讲 其实差别很简单 红包 所以这个制度也烂啊 没有一个客观的国际标准啊 非常烂啊 所以这个将来 有必须跟国际接轨 所以 你知道那个国际的团体 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 这位客人 他半夜肚子痛 他跑到柜台的时候 我要喂要 他说对不起没有 我也要 没有喂要那我 你帮我去买 我实在我走不动 我没有办法找不到 什么那些东西 好回去 他一定会申诉嘛 那旅馆他就说 这个当地是五星级 他做得到就做得到 做不到就做不到 那是最高水准啊 对不对 我很对不起 但是我给你是当地最高水准 所以我没有办法 你要告我 你要你要要求赔偿 我没办法接受 因为我们是走五星级的 这已经是当地最高水准 我很抱歉 但是就是这样 那台湾不行这样 你三个梅花 你四个梅花 到底怎么样 人家要什么服务 你没有人家说 我这个 我不要住三个梅花 我不要住四个梅花 我要住五星级 那是我基本的要求 所以台湾没有五星级 所以观光船 大型观光船 就是不来 他说这个事情 他们观光团体 因为太太也是学 观光开发的什么 他在日本学 也在台湾学 也有在东午教 他说为了这个事情 他们跟观光局 吵到翻桌子 你就是要改 他们不要改 我说好民政府上来 我第一个马上改 然后观光局那个不愿意配合 通通开除 很简单嘛 该做的就做 不要讲什么借口 对不对 所以你看台湾 你都不知道的事情 影响你很大 哦 经济不景气 那现在说 两岸开发很多关系 其实某些特定的业势 经济比较景气 但是广面来讲 有经济 有经济吗 没有 那这个问题 拿到报纸看报道 没有 我太太把这个事情 因为她在东午大学教书 她拿到东午大学 跟她学生讲这个 学生课后就跟她讲 老师 我不喜欢听这个 她说这个是世俗 讲给你听这个事 你将来面对观光 面对国际什么 都是她说 我不习惯听这个 我从小 我就是听伟大的中华民国 我不要听别的 你讲的故事 必须符合伟大的中华民国别的 我不要听 老师我听不进去 所以你知道这个教育是什么教育 对不对 另一个客观的事实学生 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所以你说我们的教育有没有问题 教育司法 整个社会 社会制度 我太太认识一个 一个以前她的学生 现在是什么 搬到香港 搬回来台湾 因为她嫁到香港 她说她在台南经营很多服装店 人家偷东西 你送到警察局 你把这个人抓到警察局 警察不要处理 不要处理 怎么样 偷你的东西 你看那个 你们两个和解 和解和解 没有空 没有空 什么事都这样处理 然后你拿出来内政部的一些数字 台湾的治安怎么样 非常好 比以前好 这些该处理的 都没有处理 完全不处理 所以 所有的犯罪 就是犯罪率 偶尔有降低 你去南部看看 是什么一个降低法 是这样的犯罪 是这样的犯罪 这个他们有这么多精神 抓这个犯 为什么不抓这个 你也在柜台 你也在柜台 他要求报案 然后没有报 你连带有罪 连带有罪 你三个警察都要送去 警戒 你们可能要坐牢 我看看 这个处理几次 看你以后要不要写报 这很简单的处理 但是他们要不要处理而已 对不对 还有 还有那个 我们民政府就有 就有家长就说 因为小孩子在 高职 就是整天在打架 所以不要他去 校长在那里领高薪 学生打架 他不处理 就这样 每年领年终奖金 学生没有一个安全读书的环境 他不管了 嗯 这个就是目前 对 所以这些我们都是希望 推动民政府 然后有带一些现金国家 不一定是传判美国的 但是现金国家 以美国为主的一些东西 加拿大也有很好的人权观念 我们带这些东西进来 慢慢把社会水准 就做一些提升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 是不是休息十分钟 再说 好 谢谢 太远 来 习近一点 扭短 超级